很多人会想说 是不是防晒系数越高越好呢 防晒系数高的产品 它相对来讲 质地会比较粘腻 比较厚重一点 在这样炎热温热的天气啊 对于粉刺痘痘肌 或是油性肌肤来说 其实是比较负担的 所以防晒系数的挑选呢 其实适当就好 正确用药保平安 常备药品求新安 大家好 我是小小药师陈妍 假日日投赤炎炎 防晒可以说是出门必做的功课 不仅能帮助肌肤抗老 更是预防皮肤癌的重要步骤 BUT 你真的 他对防晒了吗 今天怡安药师 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防晒常见的NG行为 小心白涂防晒 不仅浪费钱 更让肌肤曝晒在无情的艳阳下 想想就觉得 五湯啊 太阳中的紫外线呢 根据波长的不同 我们会分成 UVA UVB 跟UVC 那能量最大的呢 就是这个UVC 他的致癌风险也是比较高的 但是因为呢 他通常不会穿透臭氧层 所以不是我们防晒防护的关键 那我们的防晒呢 基本上就会针对UVA跟UVB 那UVB呢 他的能量是比较大的 他的波长比较短 他通常就会造成我们 皮肤的晒痒跟晒伤 那UVA呢 他的穿透力是比较强的 他可以穿透云层 然后穿透玻璃 甚至穿透我们的真平层 所以他到达肌肤的时候呢 就比较容易造成我们 胶原蛋白的变性 进而导致老化 或是造成晒黑晒斑的问题 在药妆店呢 我们可以看到琳琅板幕的防晒产品 针对UVA跟UVB的防护力呢 其实在产品的标示上面 都是看得出来的 如果上面写PA 他是针对UVA的防护 后面通常会写着 PA加或是PA信号 上面的加号跟信号呢 代表他的防护时间 跟防护长度 符号越多呢 表示他的防晒时间是越长的 PA加或是PA信号呢 通常就是可以 延缓晒黑2到4个小时 每增加一个符号呢 就会增加 一倍的防护力 最多可以增加到4个信号 或是4个加号 SPF呢 是针对UVB来做标准 SPF通常会介于15到50之间 台湾洗药署的规定呢 防晒的最高系数就是 SPF50 所以如果当数值超过50的时候呢 会用50加来做标示 SPF的数值呢 就是指皮肤在太阳下 不做任何防护的曝晒为标准 所以如果说皮肤在太阳下 10分钟就会晒吼的话呢 SPF15就是指说在150分钟之后 皮肤才会晒吼 这个SPF呢 就是延长皮肤晒吼时间的倍率 很多人会想说 如果我今天要擦防晒的话 是不是防晒系数越高越好呢 防晒系数高的产品 它相对来讲 质地会比较粘腻 比较厚重一点 在这样炎热温热的天气啊 对于粉刺痘痘肌 或是油性肌肤来说 其实是比较负担的 所以防晒系数的挑选呢 其实适当就好 可以依照当天的活动性质 去做选择 如果你是户外的活动呢 就可以选择高防晒系数的产品 那如果是在室内呢 或是比较低强度的活动呢 可以选择SPF20到30 或是PA3个加的产品 其实就很适合了 市面上有很多的防晒产品 那也有很多的彩妆 强调他们是有防晒系数的 但是产品呢 并不是擦越多层 它的防护力就越强 有些人会认为他擦了 SPF20的粉底 加上SPF30的防晒乳 那叠加起来就会有 SPF50的防护力 这个其实是错误的观念 防晒呢 它并不是一个累计的加法 我们是取最高的防晒数值 所以你叠擦太多层 不进的是比较有效的 过于厚重的产品 可能会造成肌肤的负担 有一些毛孔阻塞 或是粉刺痘痘的问题哦 防晒并不是有差就有效 如果用量太少的话呢 也达不到理想的防晒效果 一般来说脸部的用量呢 我会建议要用到0.5克的产品 如果觉得一次涂抹太过厚重的话呢 其实可以分次涂擦 中间大概间隔20分钟 让产品可以完整的附着在肌肤社 防晒并不是擦了就可以防护一整天 中间还是要补擦才可以达到良好的防晒效果 那是否补擦呢 可以依照你有没有流汗作为判断的基准 如果有流汗的话呢 大约1.5到2个小时呢 就要进行补擦防晒的动作 如果没有流汗呢 则是可以延长到2到3个小时再补擦 那如果今天呢活动量比较大 汗流的比较多 或是有进行水上活动的话呢 就要再缩短补擦防晒的时间哦 很多人会觉得防晒有分物理性或是化学性 物理性的防晒呢 它其实就是添加了氧化芯 或是二氧胯胎这样子的粉末在产品里面 涂抹在肌肤上面的时候呢 可以反射紫外线来达到防护肌肤的效果 那像这样子的产品呢 涂抹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质地是比较粘腻 比较厚重的 那有些人会觉得涂起来比较白 会有一些泛白的感觉 化学性的防晒呢 它就是涂抹在肌肤上之后 会先吸收紫外线 再用比较低能量的形态去释放热能 这样子的产品呢 可能会导致肌肤有敏感的问题发生 因为产品各有优缺点 所以厂商呢 在调配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是会混合两种成分 也就是混合型的防晒 除非呢 你有特殊的肤矿需求 所以并不需要去选择 纯物理或是纯化学的防晒 当然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呢 在选购之前呢 也可以咨询你的医师或药师 让你在防晒的同时也兼具保护肌肤哦 防晒并不是爱美人士 怕晒黑才要做的事情 而是外出活动重要的保健步骤 最后一按钥匙提醒大家 使用防晒应该要多观察 如果有发生破敏或是疹子的状况 应该要立即停用 并且带着你使用的产品 尽速就医疹治 千万不要用了不适合自己的产品 反而伤害你的肌肤哦 看看皮膚是否有破敏或是长疹子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按个喜欢 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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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